今天我们要发掘一些适合过年的 顺德好食物 这是黎师傅 他是做好食物的,黎师傅,是顺德名厨 看看他有什么东西 这位是25岁,成为顺德名厨,奉厨大师 是什么感觉呢? 黎师傅 谁叫我? 真正的顺德名厨,黎师傅 这盆菜有什么讲究? 一定要材料丰富,新鲜丰富 新鲜丰富 没错,二头要好的 主要是很选择 去一德路是个姓心教堂,还有很多海味 教我怎么选择海味 来吧 走 镜头一转,黎师傅来到了 一德路 一德路是要体验师傅的功力 选择干货 现在过年很热闹 现在全部人来送练货 会不会贵一点? 会贵一点 那你们的东西会不会贵一点? 不会,因为我们是提前采购的 在哪里取货? 我们会在产地直接取货 明白了 今天就先看看你的功力 走吧 走走走走 又遇到地胆 这是我们的朋友 来的 常常来买东西 光顺他 这一档是他们的 我们用的 鲍鱼 我没有欠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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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鲍鱼越大越漂亮 这就好了 好像金元寶 鱼处有什么? 没有欠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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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欠你钱 没有欠你钱 这很香 这个很香 鲍鱼 海芯 海芯 海芯是否要齐张 排数足 每一堆针 针牌要够 针牌要够 而且够干 针越多就越漂亮 针越多越粗 这些是花枪 我们用的那款是哪款 这款是 黄龙瓜桶 这款 多少头 45头 一斤也有45个 这些 这些很漂亮 我大概知道如何选择花枪 黎师傅的做手 第一要干身 第二要完整 形状好 第三要够香 他流量都是这几样东西 对吗? 好 我们会直接到原产地 直接在厨厨或花枪厂 好 像大盆菜 大盆菜 大盆也有宝宝吗? 有 多盆菜就是 不是,盆菜分三层 第一层放莲藕 第二层放菇 放其他 可以放枝竹 放什么 我就选了杭包菇 健康点 为什么这些是箭底的呢? 因为它要锁起高贵的食材 豉油鸡 如果这些不是很值租的盆菜 鸡,鸡腿,鸡肉,鸡肉 已经放在表面那一层 但是在你这个盆菜里 这些是不值租的 放在第二层 相对不值租的东西 蝦 今天被它吹出 蝦大小 被它吹脏了 虾也是第二层 蝦 是吧 鸡 有什么意思? 师傅过年的说法 年年有鱼 对 折折高升 鸡肉是折折的 猪手 猪手 每样东西都有过年的意義 出名的顺德鱼腑 这是鱼馆 这是最后一层 最短贵的食物 全放在上面 肯定要这么重 很顺德人 这个汁我们用鸡 用鸡5个小时 用鸡皮和火腿 用什么鸡 用鸡,火腿,腰柱,虾干 用鸡皮和鸡皮 淋在面上 通过高汤来确定整道盆菜的风味 整体的味道就在汤汁里面 再加热 回到家就吃了 师傅,我家没有那么漂亮的锅 师傅,我家没有那么漂亮的 师傅,我家没有那么漂亮 师傅,我有空 在家做盆菜 最少要两至三天 因为干货要泡泡 要泡泡,要煮,要炆 所以比较麻烦 味道可能没有你家人没有 好,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和黎师傅的展礼的现场 师傅,不带我喝杯 敬客人 你过得门 说话说话 一盆菜 一盆菜 会比较有意思 我们要试一下 这个有多少人吃 六个人 六个人吃 各位 不要客气 好了,尝试黎师傅的天下第一盆 鲍鱼跟鲍鱼 鲍鱼味 鲍鱼味 不错 但是我真的想不到鲍鱼味和鲍鱼要配合 很奏 一定可以 鲍鱼味不太多 所以要靠蔅味 南鱼的酱香 发烤鲜的酱香 相当过瘾 这是我们常常买的 李师傅强烈推介的顺德鱼 很嫩滑 很嫩滑 这个鱼腑是第二层 把鱼腑吸入鱼腑 鱼腑吸入鱼腑 鱼腑是鲜味 外面是浓厚 有两种不同的滋味 非常细腻 像鸡蛋 这个鱼腑贵不贵 当然是贵 但问题是鲍鱼 鲍鱼 刚才吃了,很爽口 海芯 鲍鱼腑 最重要的是 女士的因物花膠 黏黏黏 只咬一口 皮肤没有那么油腻 贵是有原因的 因为汁都是用真菜神理 猪骨 鸡 老鸡 咬出来是真菜神理 酵汁有鲜味 不像外面的工业 用鲍鱼汁和鱼汁 不会混合出来 不是混合出来 是很怨恥的味道 所以吃下去 不要说香蒸味 很棒的味道 其实是很浓的 南鱼的酱香味 和肉的香味 肉的香味 这两种是最浓厚的 最重要的是 东西够多 最重要的是 吃的时候 风负 多 寒门寒门 不是说笑 有品 淘宝 品成记的明星公众号 买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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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量 内容物 搭配 都有 任何选择 不便宜 但是一年一次 大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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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好一点 你再说我的话 我不用说的 多谢你 最后请你记住姚戴秋帅 大家一起吃饭 新年快乐 早生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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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